昨天上午 中国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从青岛某军港截篮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第36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贵阳舰 导弹汇卫舰早庄舰以及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组成 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 编队抵达亚丁湾后将与第35批护航编队接替 担任第36批护航编队的导弹驱逐舰贵阳舰 导弹护卫舰早庄舰 以及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的性能如何 执行过哪些任务 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导弹驱逐舰贵阳舰贵阳舰前号119 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近7000吨 2019年2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贵阳舰主要担负编队区域防空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 导弹护卫舰早庄舰早庄舰嫌号542 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4000多吨 2019年2月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该型舰具有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 是海上作战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 早庄舰先后参加了实弹演练 航母编队训练等重大任务 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 东平湖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 新一代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嫌号960 2015年12月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东平湖舰可在远洋条件下 对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实施油水食品等物资补给 具有适配性强 补给速度快 保障效率高等特点 入列以来 东平湖舰先后执行远航训练 演习出访等重大任务 累计航程达9万多海里 这也是该建第三次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9月3号 坦克两项在俄罗斯呼兵卡市的爱国者公园 举行了决赛分组抽签仪式和单车赛颁奖仪式 抽签结果决定中方参赛队坦克将采用绿色涂装 在第一赛道与俄罗斯队 白俄罗斯队和阿塞拜疆队展开角逐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单车赛颁奖仪式上 俄陆军副总司令为获得第三名的我702车组成员颁奖 仪式上 越南 塔吉克斯坦等国文艺团体还进行了文艺表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